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成文化 一个就是咱们全南这一代的民宿文化 大俗大雅 相称和异 没有天桥文化也就没有出现文化 就是今天从来的好多名家 对大哥续的时候要唱出戏 人人能力太大了 唱一个法王别姬 说你唱你能不能摇一会儿 你还没摆成戏 我说兄 我先说一句大会儿摇会儿 我是小学员 也没上过学 精识不大 寻意不高 对这个传统艺术喜好 但是咱们还是有限 说的这个霸王项羽 其实在说老先生名积都明白 那是高人 姓项名积自语 为什么姓项呢 他是楚国的贵族 分封属地是在项羽 以地名文姓 姓项名积 据说这种是一大高哥 芝麻鲜写尺寂寂寂寞 说这人身高八尺 汉书上说他是八尺二寸 和今天一米八九左右 比我这儿还有一点油线 我还长呢 我还长呢 不光个儿大有能力 第一是有力气 古书就记得说他力能钢顶 顶大部分都知道 三足的青红器 钢层叫钢 一个提手 躺一个惊人的弓 有人说这词念躺 您记住了 鸽的肩膀叫躺 局现在叫钢 力能钢顶 古书记得说他呀 力能八身 这就是一星 人劲太大 力能八身 你准你输 真八身 你甭八身 胡广会玩局 这就看 那这不可能的事 就形容他力气大 古乡力气大 还有一特点 木生重工 什么叫重工 俩眼人 咱们都是一个同事 他俩 一边俩次 从古到今 不少人这样 单纯说是这样的 就是圣伍人 比如说苍杰造次 造次的圣伍人 苍杰 当主之后没有字 他们就不同学的 后来来一个圣伍人 苍杰 苍杰人 设计这事 没听到 研究出文字之后 当天一天 有鬼突生 什么意思 从此后 天地之间造化 泄露一尽 那 这名叫苍杰 双同志 在哪住这人 是河南南乐县 南乐县出过俩高人 一个是苍杰 一个就是 额音效的运营报 我上这去看 有苍杰料 双同志 还有那谁 大顺 姚舜与汤士大贤 大顺 顺王爷 双同志 王莽 摘蛇起义 那个 王莽 刘邦啊 哪里 王荡 沾走王荡 咱在河南云 是吧 顺前 红一头白蛇 躺着 文武群臣 待会咱们走啊 刘邦说 走不了 你是刘邦马剑 同意白蛇 苍狼狼狼 在宝剑之里 这白蛙说话 你是斩我头 你是斩我的位 斩我头 窜你的江山 头一地 斩我的位 窜你的江山 莫为 高祖刘邦 咳咳咳 咔嚓 他当这儿贴着 贴着没死 说你今天要了我的命 是不是活活的命 高祖刘邦 那是聪明的人 这个 这山里面 没地活的命 昨天到了平地 我来给你命 一语成尘 到后来平地流汗的时候 好 这儿叫汪马 啊 平地 映着汉平地身上了 还有小童兄 十二岁 陶国 啊 这汪马双宗人 参唐五代 王朝 双宗人 南唐后主李玉 双宗人 但是是一个眼 嗯 一个眼 就是双宗人的眼 还有一位 永乐大帝 就是明成祖之地 老说 岔北的燕王 他是双宗人 再加上下宇 不忘进来 就这么些位 还有金伦宫 充尔 充尔不光是双宗人 板类 什么叫板类 咱这类条 这一根接一根 它那是一片 整的板类 眼睛有毛病的 这都是什么人 后来我也认识几个眼睛毛病的 通常取材 那我谈点 就是 那 提到 霸王一提 其实就是 楚汉相争 楚汉相争 有四个高人 谈性 牛邦 张良 再加上相争 谈性 是高人 也能忍 其中也开阔 其实于 弄 受武于挂下 但是缺点就是 优手挂断 最后被人 不辞了 是吧 张良 他是真正的 胆薄名利 事外的高人 刘邦 刘邦 不能说 刘邦 那边 能吹 能说家话 能谎 能交集 他比牛邦 有的好 再有就是 相予 相予 关键有一点 出动 而且这个人 最大侧业 儿女情长 最后死 也是因为 这个 叫着这四个人 撑起来 整个的除害 为什么打起来呢 秦朝末年